格列弗在大型企业干一个特别不可或缺的活 当然不是CEO 他平时是这样的事儿工作了 很荣幸他是手法专员 也就是公司内帮忙快递的 不过他就算特别没有伍德 也没什么人投诉他 因为根本就没人注意到他 他一直以为自己和知名主编达西已经有意退了 已经是男女朋友的那种关系了 但是完全不是 他连话都不敢和人家说一句 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非常混乱 平时爱好很多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爱好就是 收集手办 当然人类这种动物嘛 之前收发部门就他一个人嘛 发快递态度极其不好倒也算了 现在来了个大学生 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大学生来了两天就抢了格列弗的总管位置 很好理解嘛 原来也没人跟他竞争 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且这个大学生还说了一句狠话 你知道 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你永远都不可能有超过现在的成就 现在成就了个空气啊 你听你说了世人话不 他必须要给自己寻找出路 怎么可能一天到晚都在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 还天天这么跟自己说话的人在一起工作 于是乎他开始考虑给这家公司投告 本公司就是一个大型旅游策划公司 业务很多 当然包括写邮寄的 达西就是负责邮寄发表的主编 格列弗当作者也不是不行 关键不是学历不行 关键是他不写啊 当然90%的人就被困在了开头 坚持三秒之后放弃 格列弗这个人很显然没什么版权意识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师承余老师 他老人家直接就是一通复制粘贴 关键还给排了个版 这简直就是最低级的洗稿呀 很显然 这个主编达西应该平时从来都不上网 他觉得格列弗写得非常好 风格多变 一个文章有五六种风格 据是渊博 从南到北都能说上几句 这就是我们企业要的顶尖人才 我是不知道这个企业的法律部 是不是要盲风了 于是乎 达西直接跟企业申请了格列弗的公费旅游项目 他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坐着游艇出海 离开自由国 在大海上放肆的驰骋 旁边一个管他的人都没有 所谓地球是圆的 要是一直行驶下去 总能靠岸 抓就抓一个算了 格列弗不知道的是 他是没这个机会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头上已经是狂风大作 海浪滔天都能把他给淹进去 唯一和外界联系的手机被灌满了水 就算是砖头做的都能被泡软了 格列弗面临着一道巨型海柱 大叫了起来 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漂流到了海滩上 嗯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但是好在结果 结果 那是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被捆起来 横放在地下 周围全是迷你小人 他竟然有着一日也能变成巨人 这样一个巨型生物的出现 让他成为了小人国士兵们的攻击对象 当然他晕了 所以没攻击 只是把他捆起 估计捆他都捆了个两天三夜 这都不是重点 这帮士兵的头头大叫 嘿大怪物 我现在就要把你献给俺们的国王 今年他的生日礼物 我就不用准备了 不过这些绳子 怎么可能能够绑住他 就比草印那么一点点吧 他下盘不稳 再加上裤子上的万千绳子 那么一拉 庞然大物 终于屁股和后脑上落地 轰然倒下 他宛如人类猎到一个小怪兽一样 被数百人的皇家士兵厚厚荡荡的 抬进了皇宫里 城内城外平民也好 贵族也好 立马将这个长得和暗的一样 但是放到几千万倍的怪物 看了个理三遍万三遍 硬是也没看出什么门道 主要是硬是看不到 这个怪兽的正面长啥样 这个怪兽 长得和我们一毛一样 而且他还会说俺们的语言 简直不要太神奇了 他怕不是外星人 很快这帮小人争的王国大臣 就对着他大叫 我们是小人国哟 等会儿等会儿 别欺负我没文化哦 我记得有一本小说 就叫做格列佛游记 都怪当时进不下心 好好看书 什么剧情给忘了 所以我现在 到底算不算穿书 格列佛就跟龙妈的崽子们一样 在拴在牢笼里 当然 他一个人比人家整个监狱还要大 格列佛是万万没想到 这么大的监狱就关一个人 太大可不遇了吧 是犯了多大的罪啊 倒霉鬼赶紧来和我说说 是你马修 马修只不过是对公主的面部表情 稍微夸张一点 就被将军定罪为面带挑逗 马修想要从这个牢笼出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出英勇事迹 这个才是什么时候和平命能扯上关系了 这不是英雄和半神之类的专有名词吗 格列佛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只能说一句 兄弟我相信你 你绝对能做出英勇事迹了 结果有某些语言上的偏差吧 刚一进来的将军就以为格列佛在骂他 于是乎将军做了一个决定 这一只巨人需要付出他逼逼来来的代价 很快 格列佛就被强迫地加入了一场战争之中 这场战争是关于这个小人国和另外一个小人国之间的 他们从水战开始到陆战结束 这场战争几乎渗透到了防防面面 敌人的目标是工举 但是因为这次作战 几乎所有的管事全部都去海边观察敌人了 虽然他们用是格列佛 这个巨人虽然人高马大 一步等于他们好多步的位移 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 格列佛不够灵活 速度跟不上 所以说等人在敌军都到公主脸上 他们才缓缓地跑回去 不过我看公主好像也不是不情愿被抓呀 表情上似乎还有点快乐 好像很喜欢被绳索附住的那种感觉 好在马修千俊一发之际 将控制格列佛的锁链给解开 这才让公主没有被这几个贼人给掳走 但是抓公主是表面功夫 实际上内力还有大文章 他们还有后手 那就是火上皇宫 像这样大规模的火灾 必须要用大量水才可以浇灭 那现在放着一个水缸不用 更逮何时 于是格列佛用了一招 浇灭了火 反正这段是挺有味道的 格列佛一下就从大型奴隶 变成了整个皇族的恩人 皇族就问 你有啥要求 赶紧都跟俺们说 格列佛说 我只希望能把俺的好朋友马修给放了 因为击败了敌人 皇宫当晚举办了超大型的宴会 作为拯救了国王的猛似 格列佛也破格加入了宴会中 当着所有贵族的面 格列佛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 其实俺在俺们中族的话 真的算是矮小的那一种 我是公费出来旅游的 我是忘了没想到 我能碰到你们这帮人 还趟了这些婆事 但是我想说的是 遇到大家 我真的很开心啊 小人国的人当然也是一样 所以人生总是起起落落的 只不过是来这里的第七天 格列佛的巨人人生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奴隶到贵族 从蹲监牢到住别野 只用了短短七天时间而已啦 当然格列佛志不在此 他其实想到一个优秀的喜剧明星 所以他将自己之前看的那 为数不多的书中的精彩故事 都浓缩成了一个故事 而且还非常恬不知识地 将这个故事捆绑在自己身上 甚至将泰塔尼克号的故事 放在自己身上 结果水平有限 就因身上把自己写死了 虽然将军对他非常大的意见 但是根本没人在乎 格列佛是怎样的玩意儿 他们国家几千年都没见过 所以现在完全以他为重 格列佛现在才知道 自己已经可以在这片土地上 横着走了 虽然他挪一步 他们这里可能就要地震 所以说他们的建筑 还真的是挺坚强的 马修是一个恋爱苦手 但是有格列佛在 虽然格列佛前面撩妹儿 也撩成了这个样子 俗话说 没见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平时看的那些小说电影之类的 足够格列佛成为理论的巨人 这套理论 再加上马修的脸 让公主臣服 见只分分钟的事 格列佛觉得 就这样待下去 也不错的时候 往往都会发生转机 他的泰塔尼克号 被找到了 除此之外 泡水的手机也被找到了 泡水之后还能启动 这也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电话 竟然就是女神打西打来的 女神在之中非常愤怒地说 我们杂志社 才发现你的文章 是拼凑的 是抄袭的 我们收回所有的公费 你现在赶紧 从世界的某个酒落滚回来 哦不是 是总编让你滚回来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你还是在一个地方 好好地躲起来吧 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 其实这件事情 当然和他打西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 毕竟是他自己不先去查 连他是不是西稿都看不出来 这个国指定不能让格雷佛全北 将军是怎么看格雷佛 怎么不爽 毕竟人是他抓回来的 结果自己没得什么封场就算了 倒是让这个怪物出现了风头 当然 往往历史不会留给你时间 让你们内讧的 在他们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好多门大炮 直接轰在他们的脸上 是敌人攻过来了 一时之间死伤惨重 他们之前引以为傲的防御系统 也很快就被攻陷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临时封格雷佛做大将军 不得不说 格雷佛这个货的命还是很好的 拥有这样的巨型杀气 这个国家很难不达胜仗 格雷佛在海上简直锁向披靡 关键是他们的深海 才没到他的肚子 炮弹打在他满是脂肪的肚子上 根本不痛不痒 敌人的攻击对他没用 可他轻轻扯一下人家的舰队 立马就要吃一整波的海啸 不出三分钟 他们就大获全胜了 当然这三分钟到底怎么算的呢 首先格雷佛下海 然后打完上岸一共三分钟 马修的运气也算很不错 谁叫格雷佛第一个见到的正常人 就是他呢 马修也跟着享福 立了大功 当然可以当将军了 格雷佛现在发现 他可以在这里作天作地 估计都没人能管得住他 于是他特意叫了几百号人 给他整了一套将军工作服 由于格雷佛很跳脱的个性 很前卫的风格 彻底把小人国 一个中世纪的国度带成了赛博朋克 全国人民都开始疯狂购买格雷佛的周边 张军表示 哎 我现在不投靠敌国都不行了 这完全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张军半天之后 就到人家敌国国王的面前说 格雷佛马上就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废了 我过来投靠你们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货的弱点 如果你能帮我 我保证你可以一举将他们击灭 张军在敌国国王的帮助之下 做出了一个好东西 在公主向马球第一次打出一拳的时候 这场活人大展机器人的大战 一树几发 信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这个时候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格雷佛只不过是个小人物中的小人物 他拼借的那些故事 终于被完全拆穿 他除了长得真的很大之外 其他的全是假的 一败涂地的命运 在此时此刻就注定了 被压抑已久的将军 终于能感觉到心里超爽了 格雷佛和将军是万万没养到 惊喜 还在后边 今天海滩上捕捞到了另外一个巨人 只不过他好像是个女人 巴西 这好嘛 来一男一女还给配个对 当然 格雷佛是没有配对的机会了 因为他 被小人得势的将军 给捆吧捆吧 送到了大海上 随着海浪 他已经飘到了一个更神奇的地方 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的面前竟然是 妹子你谁 合着我现在是到巨人过来了 没让格雷佛反应过来 他已经穿着女装 是这个巨人妹子的手办之一了 随着一整天的折腾之后 格雷佛突然发现 人间太苦了 又贫瘠地压着 小人国太苦了 真正的力量面前 自己又打不过 现在就只剩下这里 安安心心做个手办 感觉也是蛮好的 但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只蚂蚁 吸引了格雷佛的注意 马修 马修过来告诉格雷佛 那个惊天消息的 说实话 马修真是不容易 跑这么远过来逼逼 现在只有格雷佛才能救达西了 毕竟一切因为格雷佛而起 这两个难得的再次会面 竟然又在小人国的监狱里面 达西问 为什么他们都说 我是你的公主什么的 你到底乱说什么哟 格雷佛说 乱说什么不重要 但是既然你来了 我就来跟你表演一下 什么叫做人类大战机器人 两个庞然大物的对决在宫殿前的草地上进行 不得不说 机器人还是比较厉害一点 人家毕竟是高科技 还是铁做的 还会放电 总体来说是很厉害的 格雷佛打了半天都位于下风 当然机器也有它的弊端 它有充电呀 所以总有电用完的那一刻 于是乎 格雷佛趁着这个机会给了它致命一击 这场战役意味着 整个片子里的大反派被消灭了 马修终于做出了英勇事迹 那就是让格雷佛这个人才重新成长起来 并且撬掉他们这个不合适的将军 这个国家虽然以后还会面临很多的战争 但是自从有这次经历之后 他们的子民会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拼搏的 至于格雷佛嘛 和女上司的关系搞得好 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老喜欢我的视频 请忙记得点赞朋友转发关注哦 谢谢大家